尿梗织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薛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尿路梗织实际上它这个范围比较大 因为我们泌尿系它分为上尿路和下尿路 我们的下尿路就包含尿道和膀胱 上尿路包含我们的输尿管和肾脏 那么下尿路梗织一般来说 如果是我们尿道狭窄 我们的神经元金膀胱都可以引起下尿路的梗组 那么上尿路梗织你比如说输尿管的结石 身于输尿管的眼睛部狭窄 还有我们肾脱瘤等等 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上尿路的一个梗组 比如说上尿路梗织如果是肾脱瘤的话 病人可能会有血尿 有肾脊水的话 病人会有腰痛不适这些症状 如果有结石 那么病人会有肾脚痛这些症状 那么下尿路这种梗组 你比如说神经元金膀胱 那患者会有下腹部的憋障 膀胱的这种隆起 尿道的这种结石 尿道狭窄 也会引起肾脊水腰痛这些症状